哎呀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呀又签了 不对啊明明是终于签了怎么变成又签了 其实啊他这个贸易战谈判呀就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复复反反 谈了这么多次一会成了一会又不成了一会这不对了一会那又要改了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每次都要签了然后就没签 到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在签了也是都亮出来了 给我的感觉是又签了啊又升天了 娘子出来看上帝呀为什么要加个又呢 给我感觉就是好像是又签了一样他这个东西反复时间太长了 因为双方彼此都不信任这么来回拉锯呀拉了这么长时间就给别人一种感觉就是这样 你要是站在一个中共国的这个立场而看呀 这真的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都是强制性的要求啊中共去履行某些契约 履行某些职责这样的话损失的呢就是中共的利益啊如果咱们要是站在那种晚清的角度看那个晚清李鸿章签了这个条约呀 然后袁世凯签了21条啊好像这个这就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呀 这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才能做出来的事啊我之前不是说什么卖国贼呀你首先你得有那个卖国的资本呀你得有那个权利呀要不然你怎么去卖国呀对吧你要是站在这么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协议啊还真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 你看这个中国国内的媒体好像对此啊都是比较低调都不敢去报你打开这个新闻媒体啊腾讯网没有 然后呢新浪网也没有 然后呢网易的也没有这么大的事情 这个签署贸易协议这么大事情这几大媒务网站都没有看到一个信息 国内的信息上呢只是从一个叫央广网啊前几天不疼不养了发了一个消息说 中美将于下周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个信息如果说你不留心你都看不到就那么忽略过了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协议啊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呀到底是哪些内容啊你得让大家看看呀 这么重要的协议老百姓得知道呀这边稍微翻了一下看到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啊 中共两年内必须购买总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包括750亿美元制造业产品500亿能源产品 400亿农产品以及350亿至400亿美元的服务类商品 而且底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备注啊如果中方不履约 美方随时可以再加重关税什么叫加重关税啊 这就是目前他征收的关税啊他没有去取消啊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好像说中美贸易战什么打赢了美国妥协了 因为这个媒体是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怎么说都可以啊 然后呢中国人又集体易营 中国人又集体高潮了 实际上关税没有降低呀 该争争争啊 美国还是日进抖金呀 你看这个贸易协议第一阶段 如果中方不履约美方可随时加重关税 就是在这个目前的基础之上还要再加重关税 这就说明啊美国他就从来没有让步过 现在对手已经贵了 规规矩矩的 踏踏实实的被美国牵着彼此走 叫你买你就能买 美国的农产品 实际上中国也特别的需要 特别是生猪大豆 中国自己呢 这种自己自足率又跟不上 然后闹猪瘟呢这种可以食用的猪肉呢又非常少 然后猪肉呢价格又涨了好多好多 中国也特别需要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最关心什么呀 那就是在这些贸易层面之外的那些因素啊 那是我最关心的 比方说 最重要的互联网他什么时候能够开放 这一点我是最关心的 最关心的 因为只要开放了互联网 国内的老百姓就可以翻墙可以上网呀 他来到国外的网站看YouTube看推特 看其他的网站 他能够看到许多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信息 他接触的多了有助于自己的提神 醒脑啊 像这种百年大祭教育文本 对于启蒙来说的话 我个人能力非常有限 把这个互联网的防火墙给推倒了 让老百姓可以自由的上网 自由的去接触信息 这是一个启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非常重要 重要 三个重要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所以说呀 我最关心的事情 还是这个互联网他能不能开放 什么时候开放 有没有写进这个第一阶段这个协议里面 刚才公开的只是一个 单纯从买卖贸易层面 还有结构性改革是大家也都非常想知道的事情 有没有被写进去 或许有或许没有 或许写进去之后他们就是不改 反正你要是指望他们改了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非常困难的 有可能他们会谈 有可能说我们要改 实际上就改不了 根本就改不了 但是我就关心他有没有写在里面 怎么写的 英语是怎么写的 汉语是怎么写的 有没有再继续去误导群众 会不会将来再去产生一些扯皮 撕逼 产生这么一些事情 还有哪些包括中国人权这一块 善待中国人民这一块 有没有写进去 中国人民有没有言论自由 会不会被随意的删帖封号 是吧 我随便说一个什么小熊为您啊 马上就被请去喝茶了 以后中国人还会不会 继续遭遇这种事情 中国人权的问题 新疆的问题 新疆那些劳改营说是关闭了 实际上关闭了多少 释放多少 还有多少 这些有没有都写进去 有没有作为附加条件都写进去 还有包括香港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事情 它不光单纯是从一个贸易层面的事情 而且它还涉及到许许多多 我们跟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 你虽然说是贸易协议 实际上呢 实际上中国人最需要的 不是这些贸易类的产品 最需要的是自由 有了自由以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有 没有自由 这些东西只是散实的 你去买美国的大豆 你去买美国的生猪 你只能买得了一时 你买不了一世 而且共产党手里的美元呢 也是非常的有限 他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买下去 或者说 从这个维稳的角度去考虑 必须去买生猪买大豆 不然老百姓手里面 没有猪肉吃 没有豆油 去炒菜 这种最基本的 这种民生领域的 这种物资 不够用了 对于维稳这一块 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老百姓都关心猪肉 老百姓可以不关心政治 但是老百姓没有不关心猪肉 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呀 我发现我这个后台呀 这个 猪肉价格 猪肉 猪肉涨价这几个关键字被搜索了特别多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那些从国内翻墙过来的朋友们 他们是想从国外的这些信息渠道 去看一看怎么去看待中国猪肉涨价的问题 那些人他未必关心政治 但是他们关心猪肉 但是对于老共来说的话 那么猪肉就是政治 猪肉就是政治上的筹码 大豆 大豆豆油 这些都是政治 这些关系到老百姓的嘴 这些都是维稳所必须的物资 实际上你要说这个贸易协议有多重要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张纸 你拿这张纸去擦屁股你都嫌硬 在一个双方都没有建立信任的一个前提之下 所谓签了协议那就是一张纸 协议就是用来撕毁的 今天签的协议只是为了下一步去做打算 站在我的角度去解读这么一个签 签了 为什么要签 其实就是一个字 拖 我今天签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拖 我就拖到你总统大选为止 然后我再不惜一切手段把你去拉下来 阻止你川普连任 知道吗这是一盘很大的棋 咱们要学会站着一个战略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这个协议它只是一个棋子 它只是一个环节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美国大选 而这个协议它只是对于美国大选里面其中的一个棋子 至于这个旅行不旅行 签了什么内容 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 如何能够阻止川普的连任 能够阻止川普的连任 那么套在中国上的金箍咒 就算是松了 选一个美国民主党的总统上来 然后再全面再放开对中国的管制 那样的话就等于说是 终于又是 快淹死的人 然后终于又是 拖上水面 呼吁一口气 又活过来了 目的是这个 他第一阶段他签的话 他就是拖 签了他也不执行 除了那些贸易层面必须要买的那些东西 他可能会站在维稳的角度去买 但是那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 触及到他们核心利益的协议 他们肯定不会执行 或者说目前还没有写进去 如果这个贸易协议执行不好的话 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啊 对于老共来说他们所受到的损失啊 他们会继续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他们从美国花多少美元买多少东西 然后这边 进行了哪些必须要做的事情 按照美国的要求 他们会变本加厉的从老百姓身上再给 搜寡回来 你看似说是要 照顾中国人权呀 要开放中国的互联网管制啊 等等 如果执行不好的话 受罪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有没有都留意到 新百姓苦 王百姓苦 反正他们是空手他白狼取得了天下 他们肯定要折腾老百姓 我估计这次 经贸协议的签署啊 川普都觉得可能都无所谓了 都麻木了 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到川普在签署协议时 那种表情啊 都很麻木很木然的 好好好大手一签 签了 表情很麻木的照相 可能别人说川普笑一个吧 嘿嘿笑一个 他实际上川普都觉得这个游戏吗 你要演戏吗 我就陪你演 我就陪你演到最后 能玩什么样的花招 能耍什么样的把戏 不就是想 拖到我大选吗 老共能够想到的事情 川普他都能想到 川普的智库 那比老共的智库 那水平要高得多了 来嘛 玩嘛 陪你玩嘛 你说签就签嘛 好吧 所以说对于川普来说呢 可能他都觉得这都无所谓了 反正我是稳住的钓鱼台 反正 你的这种喉咙都都被我捏着呢 被我砍着呢 我官司已经争了 我现在我是日进走进 你要是不听话 我再继续加 反正现在的美国的制造业 回流啊 股市上涨啊 这个失业率降低啊 这些都是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 就像那个孙悟空一样 你再怎么折腾 你都是跳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 川普现在他就懒得跟你去谈了 就这么地吧 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不行我再加关税 多简单个事 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以不变应万变 你说钱就签 不签 咱就不签 继续谈 你看似今天是签了 实际上以后啊 这是扯别的事情 哎 少不了 你等着看 你不要以为今天一千 可能就万事大劫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以后是更多更精彩 咱们以后再继续观察这个事情好吧 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说到这里 咱们就下期再见